社交網站最近盛傳 在南加州幫派分子揚言 將要進行百日殺百人 這樣的行動引起恐慌 不過現在警方也證實說 其實這應該只是留言 洛杉磯警局華裔大隊長梁日賢 他說的是 在刑事律師鄧宏的安排下 特別向華人表示說 其實這個傳聞 感覺起來就可能性並不高 兩日賢曾經在洛杉磯幫派最多的中南區 擔任巡警和警官多年 和幫派分子交手經驗豐富 他不相信這項傳聞是真的 他認為應該是社交網站上的 謠言 希望華人不要反應過度 博華表示美國社會心理變態者衝刺 在公共場所還是要小心注意安全 不要被榴彈所傷 鄧宏表示 中國觀光客留學生在美國 一定要遵守相關的法律規定 隨時注意周遭的環境提高警覺 確保自身安全才是上上策